走車都會先問價錢嗎 每天要玩我們直接租而已 24小時多少錢 400喔 400喔 遊客到小琉球玩 走出碼頭一整排都是出租機車業者 汽車還倒很方便 不過有民眾在小琉球臉書社團發文 5月22號中午到小琉球租了機車 阿姨開價租一天200塊 隔天續租150 第一天付了200 第三天早上還車 阿姨又跟我們收350合理嗎 根據民眾描述 可能認為續租一天收150 多租兩天應該是300 業者卻收350元 是否多收了50塊 跟那個遊客本身的溝通 有產生不良 天夜24小時 快租一四百塊已經很少了 就包括油膽到抹 其他業者說 他們收費標準 當天租當天還收300 如果租24小時 當天中午抵達 隔天中午還車收400 以此類推三天兩夜48小時800 而遊客一開始講好天數 會先收錢 押證件並簽名 訂下合約 小琉球業者出租機車 價格透明公開 就怕避免紛爭 但也說二次小時收費400 跟民眾破網 收一天200塊錢 續租加收100 價格有明顯落差 猜測有沒有可能 一開始遊客只說要租一天 後兩天口頭告知續租 雙方沒溝通好 才會產生糾紛 但先不管如何 也希望這名消費者 能出面告知是哪一家業者 跟對方溝通好 避免其他同行被牽連 三處周俊解放數週評論報導 請多多多次收費者 請多多多次收費者